立法院的最新焦点有关于海军陆战队指挥官 就是中将徐尚文在约谈之后遭到了军方调职 那么今天早上传出自残的消息 而国防部在立法院中表示 对军方对个人都是不幸的消息 到底详情如何 今天记者黄安请 好的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徐尚文之前呢 在今天早上传出了相关自残的这样不幸的消息 而在第一时间呢 国防部的副部长呢也听到这样的消息 不过呢他特别强调说 这位这样的消息 目前国防部还要深入了解当中 不过呢这个事情呢 不管是对这个徐尚文本人或是对国防部 相信都是非常不幸的消息 我们听一看稍微访问 副部长 有关陆战队的指挥官徐尚文中将 今天上午自杀 您知道这个事吗 刚刚知道 刚刚知道 但是是不是自杀后怎么样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说你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自杀 还是其他的原因 现在原因没有办法确定 只能说他现在在国军的左营医院里接受治疗 接受治疗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件 你所谓的不幸的意思指的是说 一个是冤枉了他 让他觉得委屈 一个是 让他自杀 所以感觉到不幸 一个是 遗憾 还是 他确实在行为上面 确实有所不妥不大的地方 从大的方向来讲 国军发生这种有损军域的事情 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对他个人来讲 今天在这个军理生涯中 最后的阶段 产生这样一个事情 而造成自我 可能是 可能是自我伤害的情况 对他个人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好 这个 我们刚听到的国防部副部长强调说 这件事情呢 不管是对于 自己这个徐商本人 或者是说相关的国防部来说 他们认为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 以上就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 优优独播剧部